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不小心还会有人员伤忙的情况出现 有人就猜测是不是修建地铁将这些孤魂野鬼给打扰道路 于是就给施工工程下阻力 工程队后来请了一个得到高僧来此连续好几天的做法 请求神明的庇佑 高僧做完法事之后告诉相关负责人 他与这里的魂魄达成了一个协议 要保证在每天晚上23点以后将地铁给关闭 然后将列车空使一个往返 把被惊燃的鬼魂送到原地去休息 负责人同意了这个协议 神奇的是 在这之后施工就一直是顺顺利利的了 随着北京发展的越来越好 北京的地铁依旧是每天晚上23点前就会将地铁关闭 因为到子时时 鬼魂要休息了 但还是有些人有过在地铁上遇鬼的遭遇 听一遇北京朋友说 他室有六点多山的地铁 然后到复兴门站 准备下来换二号线 走来走去 发现找不到进二号线的门了 就决定去建国门换成二号线 结果地铁在建国门站压根没停 直接过去了 北京的朋友应该知道 地铁过站不停这事并不是绝对没有 但是广播里会通知 建国门站没停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通知 于是他决定下一站下地铁坐公交车回去 好歹这一站是下成功了 也走到了地面上上了回家方向的车 车上的人很少 但是每个人都很奇怪 坐得比直 想象一下 公交车上一堆老百姓坐得跟解放军一样 是多奇怪的事啊 又坐了几站 上来一个男人 车上很多空座位 他静止走到那姑娘面前 说你干嘛坐我的位子 那姑娘是彻底给吓傻了 立马奔下车 他说完这事 还问我朋友为什么不接他电话 他说他在复兴门找换成的时候 打过他两次电话 但是都没人接 我朋友拿手机看 完全没有来电显示的记录 唯一有记录的就是他在楼下打的那条 在北京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听说过北京地铁10号线有点邪门的 地铁10号线第一次开通 每天早上第一班车 在工作人员叫做汤道车 这趟车是不载人的 主要任务是唐唐道 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 而这次汤道车走完全程以后 在检查车的时候 发现车辆的中部车厢有血迹 因此司机及时上报了情况 而由于属于线路管理 工作人员在地铁里车厢里边开始检查 其中有人在10号线其中一个站附近 发现了铁轨边上好像有一个类似包袱的东西 后来分析是死狗 因此调度决定 在结束孕疫后 晚上太伤的时候把尸体处理掉 结果晚上派了两个年轻人去处理 据说到那里其中一个就吐了 那里不是死狗 是死人 而且没有头和四肢 只有胸腔 后来分析 从监控里面 以及从管理上分析 都不可能有人能够进入铁轨 而且是在非运营时间 这个尸体到底是谁 至今没有结果 监控也没有拍下 有人进入铁轨的视频 离奇的是 后来这个地方出现过铁轨 自动搬倒岔的事件 另来一些鬼神之事 小编始终都是相信的 不要说小编迷信什么 因为有些事根本没办法去解释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神奇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由优酷平台首播 上优酷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